在全球这一历史阶段,虽然初七六郑庄宫,其环宫争霸,后七六吴国和越国这两个诸头国相继举起。 但是,在大部分时间内,都是晋湖和楚国这两个大国在争霸,也及历史上的晋楚争霸。 根据春秋、世纪等史料的记载,晋楚争霸主要进行了三次大战,分别是公元前632年的成仆之战,公元前597年的碧之战,公元前575年的燕陵之战。 其中,就公元前597年的碧之战,是晋国和楚国的第二次大战,也是晋楚争霸中城上启下的一次较量。 那么,问题来了,在这场大战中,晋国和楚国孰胜孰败呢? 一首先,碧之战,又称两堂之义,是春秋中期的一次著名会战,是当时两个最强大的诸侯国境,楚争霸中原的第二次重大较量。 在碧之战之前的公元前627年,晋国和秦国爆发了小之战,此战,晋国击败了秦国,促使后者难以向中原地区扩张。 在此基础上,秦国决定和楚国结盟,以此共同抗衡的强大的晋国。 与此相对应的是,晋国为了维持自己中原霸主的地位,一方面向西压制秦国,另一方面,则是向南抗衡楚国。 由此,在碧之战之前,晋国承担着较大的压力,这也为这场战争的结果,走向埋下了伏笔。 二公元前597年,楚庄王派遣楚国大军为公正国,晋国派军就正,双方对了余弼,从而爆发了碧之战。 在碧之战中,正国因为抢期,受到晋楚争霸的困扰,所以表示残生者而从之,企图策动两国决战。 在此基础上,正国派遣使者到晋国大军中,请求晋国八兵攻打楚军。 与此相对应的是,楚庄王为了马币晋军,两次主动三千军求和。 面对楚国的主动示弱,晋军主将自然是无意决战,所以答应一和。 不过,正当双方行将盟会之时,楚军见小谷兵力袭扰右战。 对于楚军的袭扰,晋军正宁中备齐,照瞻为令公主,楚军趁机全力放击,晋军被迫冲促进战。 三由此,非常明显的是,在碧之战中,楚军是由贝尔来,先是赤若来麻痹经过大军,然后用小谷并力的袭扰来右地出击,最后再是大军决战。 与此相对应的是,在碧之战中,晋军内部则存在了较大的分歧,比如荀林副提出带楚军退后,再行公正,但是手下的将领为齐,照瞻却为令公主。 因为缺乏一个明确的指挥,所以,晋军在碧之战中可谓各自为战。 除此之外,因为在小之战中祭拜了秦国大军,晋国也非常顾忌秦军从背后偷袭。 在此基础上,楚军利用新军的弱点,事实出击,终于战胜了晋国大军。 四最后,楚军的胜利,则在于作战指导的高明一筹。 楚庄王亲自统帅楚军,指挥集中明确,不像晋国大军一样各自为战。 对于楚国来说,在碧之战中祭拜了强大的晋军,可谓以喜成福之战中失败的耻辱,在中原争霸斗兵中,暂时占了上风。 楚庄王爷,由于辞役的胜利,而一举奠定了春秋五霸的地位。 当然,需要注意的是,虽然晋军在碧之战中设立,暂时失去了中原霸主的地位。 但是,碧之战并没有让晋国元气大伤。 对于晋国来说,在晋道宫这位君主即位后,国力再次增强,又在晋楚争霸中占据了上风。 进一步来说,纵观整个晋楚争霸的过程中,碧之战是楚国首有的大胜。 对此,你怎么看呢? 闻心坏历史 对此,你怎么看呢? 感谢观看